九流飛彈危機我們最在乎的就是這裡 因為我們變成危機的時候 是因為看到東山平潭在做大規模的軍演 換句話說要犯台的跳板就在這邊 這就是我們在廈門前面經營的金門 馬祖對大陸來講也是這個意義 他在經營東山平潭 也不就是武統台灣的一個重要的 所以習近平不去哲以去都是有含義的 因為這個地方什麼叫紅色基因 因為那個時候十幾年前幾十年前 這邊的地方就有任務就是說 將來為征服台灣的一個跳板 在那裡做準備工作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那個時候九流飛彈危機 就天天眼睛盯著一個平潭一個東山 你部隊的動態在幹什麼 有沒有犯態的可能 為什麼演習我們比較在乎 因為演習是裝備什麼東西 是準備齊全的 那個船船一個掉頭就登陸了 你到這邊那我就演習 到那邊我就是打仗了 所以他到那邊去看 剛好配合利劍這些演習 是 相裝武劍 我們當配工的也很清楚 他把這個各國的五官情趣 去了解東山 東海坐在的這個東西 東部戰區的情況 五官是幹什麼的 五官 五官的身份是什麼 做軍事情報的 我就讓你來看看 你們法國啊 意大利啊 沒事派個軍艦 跟著美國 跑到台灣海峽晃來晃去 你看看 我的演習的威力 你看看 這有市警威嚇的作用 你找大使看 可能大使看不懂 那五官看什麼東西 都馬上了解了 你有什麼能力 能做什麼事 所以這個東西啊 習近平去這個地方 很多戰略含義了 東山是 就像我們的古林頭嘛 不是站住腳了嗎 沒有被登陸的解放軍幹了嗎 東山島不是我們國軍去 山西聯合失敗嗎 因為那個失敗 我們國軍也感到很那個 聯合作戰很難的 這個登陸部隊跟空降部隊的配合 風向一變就完了 情報外洩 中國大陸的這個 增援部隊就來得快 要不然那個 那位縣委書記可能就陣亡了 已經打了只剩一千人不到了嘛 是 所以你看 他們拿東山 就好像我們拿來紀念古林頭一樣 我們當年在古林頭的時候 也在練習登陸大陸啊 我們都做過這個演習 做多少次 所以凡是金門 馬祖 東山 平坦 都是雙方練兵 士兵 古武士區的一個重要點 所以習近平才會去嘛 去完又發佈他的所謂 建軍的一個理念嘛 是 所以這個東西 軍事上的意義很多的 五官一定要寫報告回去嘛 當然寫報告 對 那就告訴你政治上 還要不要配合美國這樣搞 萬一惹上了 你回不來 意思就是 一條船出去回不來 就是三四百人 對啊 大船就上千人 損失可大了 而且那個船很貴耶 不像我們以前當的 陸軍都很便宜 武器都很便宜 對啊 你看我們當五官 一看就懂了 對 我的威脅在哪裡 我的實力在哪裡 我的存活的機遇率有多少 對 零 收入減半了 這時候又巴著中國了 希望中國要多多幫忙 他給華盛頓也是政治考量嘛 是 中國當然是政治考量 薛瑞福講的沒錯 我很少認同他的 因為以前我們常常開會 小老弟 是 歷見演習啊 真的就是說 我封鎖你的能力 我暫時給你看 這裡面還有一個試探 因為台灣這麼多年 也準備了有反封鎖的準備 這個封鎖時候 我們幾十年前就考慮到 中國可能犯台的鎖台 窮台 對啊 犯台 那這次就是啊 這次就是給你看封台 鎖台 那鎖台 當初我們你看多少年了 三四十年前就想到這個問題 所以才會在加山基地 投資一個很大的地下機庫 在花蓮也住的 有作戰的聯隊 這兩個機場 然後還花很大的錢 把蘇澳漁港改成軍港 就是說當年我們就有 怕被封鎖 因為西部很容易被封鎖 東部有中央山脈 匹庫一下 我們可以往太平洋衝出去 把要的東西接進來 衝到太平洋裡面 可能跟美軍的船團合作 建立一個防控網 這是幾十年前 建築的想法 中國大陸這次很有意思 十七條海警船在執法 這是宣誓我沒收你的主權 對 沒收你的海權 但是後面準備了十幾條軍艦 那個軍艦準備幹什麼 再加上150架飛機 加上火箭軍 就是說你要我們的海巡 或者海軍去反應 去突破封鎖的話 對 就給它製造一個藉口 下手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那個唐司令講的真是老實話 我只能克制 你能上這個仗嗎 我們的海巡 跑出去撞人家的海巡 或者我們的軍艦去打人家的海巡 那不就引起戰爭了嗎 所以唐司令講的是大實話 後來我們就看到我們國安會議 跟美國的國安開會 居然沒有總長 沒有海軍司令 沒有海軍署長 有道理啊 這些軍人來了講實話 我沒有辦法 那這個國安會還開什麼 是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國安敢 民主自由去嗨吧 你去嗨你的吧 對不對 對危機處理沒有幫忙嘛 對 那你總統也好 你的國防部長顾立雄也好 這個事情是要打還是不打 是克制自己還是怎樣 對不對 對 這個東西不能見報嘛 是是是 唐司令已經惹了一身騷了 對他講的大實話 大實話 你怎麼辦 我也贊成 我們國軍實在很憋屈啊 是 你能打嗎 當然了 17條軍艦 還包含遼寧號的航母 是 也跑到花東外海 對 那什麼意思 我們聽得看得懂啊 對 你外面有人來干擾我巨子 對 你這裡面 因為我們天上每天都有 巡邏的戰機 如果他把你跑到炸了 我們機構的飛機是起不來 但天上的巡邏機還在啊 所以千二零它是不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對 對 怎麼解決啊 看不看得到就知道啊 那你就 你看不到啊 你是犧牲到底啊 是 對不對 是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不能打嘛 首先講第一個 美國的空中運輸能力超強 全世界第一 它那個C7的那個運輸機很大 那飛彈都可以裝上去 所以前一陣子不是 我不曉得這個新聞有沒有查證 一天就來了16架 美國空運的紀錄曾經創過 當初柏林被圍的時候 被蘇聯圍圍的時候 柏林老不幸吃的喝的用的 都是美國 一百多個架吃進去 天天給你送 所以這次給以色列送的飛彈送人 一點都不稀奇 第二個 為什麼要一個禮拜 你薩德系統 它裝到飛機上是要分解裝的 拿下來還要重新組裝 組裝以後還要去測量薩德的基地 位置適不適當 有沒有被轟炸的紀錄 有沒有能夠適合發展的角度 前面有沒有障礙物 再加上技術人員組裝校正 一個禮拜已經算很快 因為這麼緊急的送 就代表前一陣子已經證明 這個黎巴嫩的飛彈 都可以打到它的空軍基地 180發 你就算攔掉150發 也下來30多發 那今天如果說把這個飛彈 火箭鎖在你 特拉維夫的老百姓區裡 以色列受不受得了 受不了 當然受不了 所以它一定要把防空系統補起來 跟前面一個消息 它前面的作戰部隊 就被無人機 一個探先的無人機炸了 死傷五六十個人 因為它是野戰部隊的防空 它就不行了 現在你都市區的防空 不能有疏漏 那個臉丟大了 如果現在伊朗 慢慢慢慢從俄國手上 拿到比較先進的無人機呢 何況伊朗本身也在大力製造無人機 對 我記得俄羅戰場上 俄國人還用伊朗的無人機 是的 那伊朗的無人機 再加上俄國的技術合作 是不是又提升性能呢 而且無人機 從空中高空來的 很容易被看到攔截 它從低空呢 低空就在你雷達的盲點裡 雷達盲點裡 你撤不到你也打不到 所以以色列最擔心的就是 俄羅斯跟伊朗 能不能攜手合作給高音速飛彈 給高級的無人機 這就是對以色列的後方 產生很重大的威脅 軍人在前線打死的不稀奇 你後方 你首都地區受到這種攻擊 就是無聊 所以美國 這麼快的反應也是超前 超前 超乎預期了 超乎我們預期了 那就是情況很緊急了 美國以前搞軍售 我們搞得麻煩死了 這個審核 那個審核 那個國會 這是在糗了一番美國了 這是講實話 嫌你美國的船太舊了 講實話 講實話 第一個 你演完你走了我怎麼辦 我跟著你起演 得罪的人到時候你不來 你走了我怎麼辦 這是菲律賓很擔心的事 你是恩拿我鴨子上架嗎 搞得我現在連榴槤都不能賣給中國大陸 是 越南 泰國 榴槤到中國大賣 菲律賓榴槤賣不出去 是啊 對不對 因為你菲律賓鬧 是美國要你去鬧的 是 菲律賓鬧也不是那條條破船能鬧完的 它就是讓你南海行動組 它牽不成嘛 所以老公為什麼一直到現在 忍住沒有下重手 因為重點不是菲律賓能做什麼反 擺什麼妖蛾子 你那點實力根本不看在眼裡 問題是說 中國要得到中南半島所有國家 牽下來南海行動組 這是美國很擔心的 不是那兩個島 那島不是事啦 就是要破壞你的海上一帶一路 這是大目標 就是賴在那邊 賴在那邊 他就在鬧 因為你中南半島 大家還有協約嘛 對不對 是 你總的不能說菲律賓 大家都不理他 對 開除他會計 不可能嘛 所以這個東西有得鬧了 就是什麼時候 中共忍不住一巴掌 把個蒼蠅給拍死就算了 好 但是說實在的 剛才我們在講 美國不但要捐軍艦 而且要先翻修一下 可是呢 美國現在有這個能力來翻修嗎 不是說現在美國這個維修 都必須要拜託日本 或甚至是韓國嗎 對不對 帥將軍 說不定中國說 來來來 我幫你修 這是個好生意 好生意 對 那這個船 船沒有修好的話 就是一艘爛船不堪用的 那就變成是什麼 接替馬德雷山號嗎 對 因為馬德雷山號的前身 因為現在美國軍艦拍很多照片 都已經鐵鏽的沒辦法刮 船久了以後 船底的海粒子會長很多 對 海粒子長多 船的速度就減慢了 水裡的阻力很大 所以生鏽的地方還要 還要終於破裂 所以這些問題 美國現在海軍的確是很困難 第一個 花的錢很多 第二個 船無沒有 第三個 好的東西又不敢送到日本去修 怕機密給卸了 所以只能說老舊的二級艦 三級艦拿去修一修可以 再不修 原定是跑二十八級的 你跑二十級的跑不動 所以這些問題蠻大的 今天最後還是要由勤教官 再次的跟大家推薦 這個非常好用的產品 我自己也很喜歡 它就是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系數的凝露 非常的清爽 而且抗紫外線非常的有用 歡迎大家能夠多多的利用 我們的中天快點購平台來選購 並且還可以打 CTI798 我的推薦代碼 可以享有額外的折扣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喜歡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請問你 這隻是動漫時 蹈下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